新闻事件 法眼观察 法律案件深度解读 川普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 请听个案说法 大家好 感谢收听个案说法 我是方红 8月17号上午 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法院 依法对女游客丽江被打案件的涉事6名被告公开宣判 被告人何荣松犯循性滋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犯故意伤害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恕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其他五名被告都以循性滋事罪分别被判处一到两年的有期徒刑 那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案情 2016年的11月11号凌晨 在丽江古城 一名叫做宁浪的烧烤店里 辽宁女孩小董和他的两位朋友被打 先是被酒瓶砸头 再是被酒瓶划脸 数轮殴打以后 受伤最重的小董已是面目全非 一条数厘米长的伤口从眼角爬到了左臂翼 事后据小董籍受害人之一的烧烤店老板回忆 当时他们在店里吃烧烤 随后又来了五六个人也到烧烤屋的大厅吃烧烤 席间一直有人学小董说话 学完之后就转过头去 然后大家就哈哈大笑 那小董当时也没有搭话 小董说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忍让并没有让对方停止这种行为 甚至对方对他挑衅殴打 事报者还拿碎酒瓶划伤他的脸部 小董被打前和被打后应该说是完全判若两人 看了他被打以后伤痕累累的面部 确实让很多人都感到触目惊心 那医生觉得小董的面貌基本上是很难恢复以前的容貌了 那小董呢也因此写下一书想自杀 现在呢这个判决出来了 很多网友都觉得判得太轻了 那么这六名被告是否被判清了 这样的判决又是否公平公正 相关的一系列的法律问题 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北京京台律师事务所的魏威律师 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这个事 魏律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 感谢魏律师 这个案件一出来呢 很多网友都对小董的遭遇觉得愤愤不平啊 主要是觉得人家在好好的吃烧烤 也没招谁没惹谁 你一伙人就无端的挑衅 甚至还用碎酒瓶去划破人家的脸 那这种行为大家都觉得非常让人发指 但是这个案件下来以后呢 我们会发现只是最重的其中一个才判了三年 其他的就是一年到两年 大家都觉得判得太轻了 那么怎么看这个案件的最终的这个判决结果呢 这个是正常的 大家从这种情感上啊 和这法律的规定啊 它上面是肯定会有一个差别的 那么法律规定呢 规定的是人最低限度的一个行为标准 那么相对于道德标准 或者说咱们日常认为的这种 这种行为标准来说 法律是一个最低格的一个标准 在本案当中呢 则涉嫌的犯罪 因为大家对于这种犯罪的处罚和认定 不是特别的清楚 就会自然的认为这种处罚是非常轻的 虽然他的行为很恶劣 但是呢 从整体的事件来看 其行为并没有造成特别巨大的一种危险后果 那么只是给这个受害人呢 造成了脸上造成了几厘米的伤痕 造成了一个轻伤的一个后果 当然这个伤情我觉得 肯定是在后期的治疗工程之中 可能会不会对这个受害人造成太大的影响 所以说呢 才是做出了一个轻伤的认定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受害人和犯罪人员之间 达成了一个和解协议 那么造成了最终呢 做出这样的一个判决 我认为是公正的合理的 从整个案件来看 犯罪嫌疑人可能涉及到两个犯罪 那么一个是造成了一个轻伤的 一个危害后果 这可能涉嫌到故意伤害罪 再一个就是涉嫌的就是这个 循运自事罪 那么首先来看这两个犯罪相关的规定 故意伤害罪呢 在刑法的第二百三十四条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 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那么循运自事罪呢 做出的相关的处刑规则呢 是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 循运自事罪 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从这两个犯罪的相关规定来看 循运自事罪是比较重的 一个处罚犯罪 法院判决是选择的 循运自事罪进行进行的一个判定 然后再看一下关于这个伤情的问题 可能大家都认为 进一个青山二级是非常轻的 依据我国的人体青山界定标准 来认定的话 就面部组织 单个窗口长度达到3.5厘米 或者窗口累计长到 长度达到5厘米 或者面部穿透窗 以及面部损伤后 留有明显的疤痕 单条长3厘米 或者累计长度4厘米 单块面积2平方厘米 或者累计面积达3平方厘米 影响面容的色素 改变6平方厘米 这样的一个伤情的情况之下 那么都是在轻伤的范围之内 只有当人的面部 那么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变形 或者极其丑陋的一个情况的话 那么才会是一个重伤的一个标准 轻伤的鉴定标准 也是指当伤情完全质疑之后 那么所遗留下来的这个结果来鉴定了 所以说就于这个轻伤二级的认定 我认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那也就是说 对于这个小董的伤情的认定 比如说他是轻伤也好 重伤也好 事实上是直接影响到 这个案件最终的一个判决结果的 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结果 就循庆资实罪呢 法律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 这个罪本身也不是特别重的一个规定 刚才咱们都说了 它的最高刑期是五年以下 有期出刑 这是它的最高的刑期 循庆资实罪呢 就法律规定了 它是指呢 肆意的这种挑衅他 肆意殴打 骚扰他人 或者任意的损害 占有公司财物 并且呢 这种行为造成了一个相对严重的 后果的情况之下 才会认定这种循庆资实罪 那么在本案当中呢 造成了受害人的轻伤 这个是一个认定循庆资实罪的 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轻伤会认为 是这种循庆资实的这种行为 造成了一个足够严重的一个后果 那么致使这种行为呢 能够被认定为是一种刑事犯罪 如果没有造成这种轻伤 这种后果的话 那这种循庆资实的行为呢 很有可能就会认定为一种 普通的违法行为 而不是刑事犯罪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当然了 之前呢 对于小董本人 也在对自己这个鉴定结果产生质疑 比如说 这么严重的一种毁容的程度 怎么就是轻伤二级 那么刚才呢 其实魏律师也做了一些解释 如果是他认定为重伤的话 那么可能相关的六个人 他的判刑会更重 对 如果说认为重伤的话 那么关于我国 关于故意伤害犯罪的情节的话 刑法第234条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 致人重伤的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那么这个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相对于现在 循庆资实罪者 五年以下徒刑 他的刑期就变得 已经长了很多 那么在如果说是造成一个 重伤的一个危害后果的话 我想法律可能 在本案当中 不会认定为 循庆资实犯罪 而认为故意伤害 致人重伤的一个犯罪 那么这个案件呢 刚才魏律师也介绍了 其实循庆资实罪 最高刑期是五年 但是呢 这个案件呢 他第一判了 有的是一年 有的是三年 就是没有往这个上线来判 普通的是轻于下线 那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应该说不是急于下线 循庆资实罪法律规定了 是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在这几个处罚类型里面 拘役或者管制 是相对于有期徒刑 更加轻的一种处罚 那么在有期徒刑的 这个范围之内 进行判处的话 五年以下的徒刑 判两年或者一年 我认为是一个 中间的一种量刑 那么就本案呢 可能还有一个情节 可能大家没有发现 就是最后大家得到了 一个亮点 因为受害人 跟这个犯罪嫌疑人呢 达成了一个和谐协议 那么就我 我现在刑法的规定呢 如果说是 受害人与犯罪嫌疑人 达成了这种相关的 和解协议 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警 是可以重新处罚的 所以说从这个案件来说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中 选择判处 一年两年的有期徒刑 我认为不算请 应该算是一个公正的判决 如果是说 双方没有达成和解 对于这六名被告人 那么这个案件 肯定是也会重判呢 对对对 很重要的影响 肯定会比现在的判决要重 所以这个环节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对最后一个判决的情况来说 那么民事赔偿上达成了和解 现在判决下来以后呢 对于刑事部分 双方又都表示也不上诉了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案子 在这里也就画上了一个句号了 对 依据法律 刑事诉讼法的相关的规定 判决下来之后 那么双方都不选了上诉或者抗诉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情况之下 这个判决就会生效 应该说这个案件的整个过程 从小董把自己的当时的遭遇 还有照片发到网上 以及后来达成和解到现在的判决 大家的关注度都特别的高 我想大家关注度的主要就是在于 这个女孩 她最后能够得到一个什么样的 法律上公平的一个处理 尤其是对于这六名 寻衅滋事 无端挑衅 这种非常恶劣的行为 他们也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处罚 那么现在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 已经出来了 作为您个人 您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 从这个事件本身来说 是一种非常恶劣的一种行为 这是毋庸置疑的 也是非常令人发指的 但是不管是任何行为 如果说想用法律去评价它 想用法律去惩罚这种行为的时候 那么都是要符合法律规定的 我们不要用这种媒体 或者舆论的压力去促使重判 那么这个也是不公正的 所以说本案当中 对于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判处 我认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而且受害人呢 也得到了相应的一些个 经济上的一种补偿和赔偿 其实就我个人而言呢 我觉得这种无端挑衅的行为 还是比较可怕的 为什么这么说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之前呢 也有遇到过 就是当时呢 我还在念书的时候 就和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去 原样梯田去玩 然后当时呢 我们是坐着大巴车去的 就是大家是在晚上坐着大巴车嘛 然后我同学就躺在我隔壁的卧铺上 那么我就发现有一个男的 他过来去摸他这个枕头上的包 然后当时呢 我就很惊讶 然后就一下子用声音来制止他了 那么就是这样一种行为呢 就招致他就是往我身上重重的打了一拳 然后呢 我们就一起对他进行一个反抗 然后他就马上从包里拿出了一个器械的东西啊 然后当时幸亏呢 这个公交车的司机驾驶员 他手里可能他开夜车有一定的防备 所以他手里拿出了一把好像长刀 当时我也没有注意看 类似于长刀的东西 就是把那个人喝止住了 我觉得这种就是一种无端的挑衅 就是你没有招惹他 他就会去主动的去挑衅你 这种行为确实是 我觉得会让人觉得挺可怕的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 也提醒尤其是广大的女性 就是在夜晚的时候啊 尽量还是说 一个呢是不要出来 出来以后呢 也尽量远离那些 尤其是喝醉酒的那些人啊 就是远离他们 如果他们惹事的话 那么我们就先赶快离开这个现场 不要去招惹他们 这个我想它并不意味着 就是你是懦弱 而是一种自保 然后你可以事后 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 你去报警啊 或者是等等一系列的行为 当然了对于这样的人 我觉得就是应该严惩 当然这个严惩 肯定是在依法的前提下了 那么在这里呢 也再一次感谢薇薇律师 大家如果想获得我们这期节目的图文资料 欢迎大家关注个案说法的微信公众号 您输入毁容 毁容就可以获得今天节目的全部推送了 同时也欢迎大家对这个案件 由您自己的看法提出来 给我们进行留言 同时呢 您有一些法律问题 也欢迎大家给我们进行留言咨询 或者是电话咨询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